《警匪》 很少現在的警匪片 是用賊去做一個出發點 我覺得這次是人物為主 通常我每次跟演員合作 或者希望邀請他們參演我電影的時候 我除了覺得他適合的角色 我也希望他可以有少少不同的嘗試 我忍耐他們 所以這次譬如古天鑼 讓他做一個一組賊的主持人 《風生魚》其實是一個賊 一個犯法 但實際上他很有義氣 很重原則的人 他經過一個劍案之後 他的心態有很大的轉變 至於Joy的角色最特別的地方 當你看到另一邊很刺激的時候 突然轉過來 我們這個人物 會將整個氣氛 帶到另一個世界 張藝聰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他不僅是喜劇 當他認真起上來 做一些心理變化 比較複雜的角色 他這次也做得很好 Therry第一次開著槍 以及給了很多在鬧市裡追逐 跑來跑去的戲劇 另外就是姜浩文 這次是演一個比較深沉 比較內斂的角色 跟他以前那種角色很不同 裡面基本上有十幾個人物 他們都會有很能體的呈現 這部戲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猜到最後的真空 是案中有案 你會猜到你 他這是一個最大的 做過程中 有關卡 有關卡